各位親愛的觀眾,歡迎來到我們的娛樂頻道《月如天地》!轉眼又到了年尾,這個時候,大家都爭雙要返家,和家人度過溫馨的時光。 但是,在我們閃爍的娛樂星空下,總有一些明星孤單的身影讓人看得深芳芳。 就在不久之前的聖誕節,這麼久沒露面的鄭欣怡突然在深夜的時候,發了與慈愛的媽媽沈殿霞的舊相。 留言說,聖誕節應該是要和家人和你愛的人一起過的節日,還說這陣子經常夢見了肥。 這段感性的分享,好多人看完都不禁替欣怡牽掛。 大家都好想知道,欣怡現在的狀況和心情的什麼樣子。 其實早在今年上半年,就傳出欣怡突然人間蒸發休息的消息。 今年5月的時候,欣怡旺掃了兩個音樂界大獎。 其中一個就是十大中文金曲頒獎音樂會上的最佳粵語流行女歌手大獎。 另一個就是Chill Club推介榜年度推介二十三分之二十二的年度最佳女歌手金獎。 正常來講,這兩個獎都算是相當夠分量的。 不過,欣怡卻連續缺席兩次的頒獎禮,就連在社交平台都沒有發文慶祝一下,透露一下感受。 禁縱在自己三十六歲生日那天都沒有出現。這情況,真是令人感到意外和擔憂。 終於,經理人林珊珊出面解劃,欣怡真是不舒服。 正在休養生息,希望大家能夠多些諒解,給些私人空間。 而不舒服的病,就是被憂鬱症影響。 知道這一點,可能有些觀眾會好奇。 因為欣怡向來在大家心目中是個很開朗。 很積極的女孩子,為何會有憂鬱症的困擾呢? 而且這幾年,欣怡在香港音樂界都算是當之無愧的音樂小姐。 像容祖兒、鄭壽民禁的前輩都已經讓言。 而欣怡不單有好歌唱,聲音又好聽。 基本上,每個頒獎典禮都會見到她的身影、掌援人家。 她的歌唱事業相當成功,受到廣大認可。 加上傳言指,欣怡繼承了肥姐給她的六千萬遺產。 肥姐在2008年離世時留下的。 因為欣怡當時只得21歲。 做媽的心,肥姐希望那筆遺產能夠幫到欣怡。 肥姐當年很擔心女兒不懂得理財或者不再勤力工作, 所以立了個遺囑。 說欣怡要等到35歲才可以得到遺產。 但今年初,肥姐的好姐妹, 今排經理人陳淑芬出來解話, 說是沒有這回事。 其實,靠自己的努力和之前積蓄。 欣怡早就是個小婦婆。 之前在自己vlog上,她都展示過自己的豪宅。 三房一廳超過130平方米。 還有寬闖的客廳和巨型衣務間。 剛好從2009年找到現在,樓價上升了差不多2000萬。 而且,欣怡的感情生活都很豐富。 她和Benjamin的關係曾經很受關注。 但似乎真心人是別人。 據問,欣怡的新男友Derek是讀書時認識的。 是英國的花店老闆, 仰貌高大歲器,大他四歲。 兩個人本來拍拖過,分了歸又複合。 有了錢、事業和愛情的欣怡。 卻突然傳出有益鬱情緒,真是挺難理解。 在世上,可能原因並不太難找。 事實上,欣怡一直都有情緒問題。 自2017到2019年間,經常有情緒低落。 心理健康不算好,尋求了心理專家幫助。 2020年的時候,為了轉移注意力。 她開始定時爬山跳舞。 不過,內心所受的困擾並不是用閒下活動就可以完全解決的。 事實上,欣怡心底的牽伴, 和她家庭的關係密不可分。 大家都知道,欣怡八個月大的時候, 肥姐和鄭少秋就離婚。 欣年後秋冠就跟官精華有了自己的新家庭。 儘管外界看上欣怡和爸爸關係仍然不錯。 例如欣怡25歲的時候, 秋冠還跟她手玩手去慶祝。 3月的時候,欣怡開Red Haar演唱會。 秋冠都送上花藍。 然而,這些表面的父愛, 似乎未足以說明欣怡和她亭亨的友誼那麼深。 秋冠再婚之後, 似乎真正陪伴前任的兩位女兒的時間變得很少。 今年10月,大家震驚知道鄭少秋五十四歲大女的悲劇新聞, 更令大眾反思親情的可貴。 這時候大家才猛然發現, 原理在和肥姐結婚之前,秋冠還有一段情。 當年秋冠仲是十幾二十歲的時候, 就跟她在藝運訓練班的同學盧慰如拍拖了三年。 生了女兒鄭安兒。 之後兩個人分手了, 鄭安兒就一直和媽媽住在外國。 雖然有傳秋冠有幫大女出過大學學費, 但奴慰如經常向女兒灌輸秋冠好衰的想法。 想像下在這種環境下長大, 怎會開心呢? 秋冠自己都講過,對於這個大女兒, 在街上行過都估計認不出來。 可見她們婦女之間的關係有多淡薄。 對大女兒是這樣,對欣兒估計都差不多。 欣兒雖然缺少父愛, 但有鍾愛她的媽媽、外婆。 不過肥姐過世之後, 外婆都在同一年離開了。 對欣兒來說,無疑是雙重打擊。 加上當年她身形肥半, 還有跟吳卓熙那個面甲敏, 遭受到街坊的口珠不伐,冷嘲熱奉。 入行初期, 欣兒一直努力減肥。 但這個過程肯定都不開心。 還有當年輿論指責她消費肥姐, 貪玩敗家。 搞到欣兒的路人緣一般。 肥姐過世之後, 故身一人的欣兒要面對這麼多非議, 可以想像她的壓力有多大。 幸好現在的欣兒, 不用再為了討好觀眾而嚴格要求自己減肥, 還憑著自己的唱功和實力, 在樂壇爭到一夕之地。 擁有不少粉絲, 不會再有人說她女朋友無貴。 不過,最近有傳話, 欣兒想開自己的音樂品牌。 可惜公司不太支持, 搞到她和公司鬧不和。 可能是事業上遇到的平頸, 身邊又沒有親人支持鼓勵, 令欣兒再次感到迷惘和低落。 但是, 經過近半年的療傷期之後, 前段時間欣兒終於重出江湖, 不單止幫許廷亨的新歌拍MV, 還為電影配音和獻唱主題曲。 活力充沛的欣兒又回來了。 我們都希望欣兒就好似她唱的女神今。 不用低頭,不用講禍, 不用圍燭眼修煉色彩, 繼續做一個健康,快樂, 陽光,勇敢的女神。 今天的節目就講到這麼多, 下期再見。 。